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88的音 血音是发嘛 所以88水在之后 周恩之后 我们希望以后高雄县 未来我们大高雄都发发 杨舅清参选新议已决不等党中央开除党籍 他说他会提前退党 会在这个登记之前就宣布退党吗 这部分的话我们 本来我想是说离开民进党 毕竟对民党还是有情感 那我要思考就自行退党 其实在民进党初选之后 杨秋新的竞选班底都已经纷纷离去 不过总部动土典礼上 有支持者远从台中送来一大罐的动算处 民进党和台联都有市议员出面相挺 另外连杨秋新的妈妈都来支持儿子 民进党初选之后 秋菊之战始终没有画下休止符 如今杨秋新正式宣布参选 秋菊之战正式开打 民进党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事实上在今天稍早的时候 这个发言人蔡其昌呢 他也谈到了一个重点 那就是不到一刻 这个不到最后一刻 还是没有放弃来劝退这样的一个动作 而事实上在今天我们也听到 民进党方面有特别 用这个比喻的方式提到说 其实这个国民党要看他们的这个阴谋 他们就好像是拿着这个苹果的撒旦 而让这个杨秋新呢 让他给动摇了 那么现在当然我们就要来看看 这个民进党方面呢 在今天杨秋新一旦宣布了 这个参选的动作之后 也会立刻的出来召开记者会 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 甚至还要一一的反驳杨秋新 他所提出来的种种的说法 再三的提醒杨县长 提醒别中了国民党的轨迹 国民党正如同拿着苹果的撒旦 不断的在引诱杨县长 党章里面当然规定就是说 这个危机参选是要这个开除党籍的 你没有拿到一个绿军的一个代表性的支持的话 所谓什么灰色地带 其实那些都是自我安慰的话 像义和团似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话 那会使得很惨 好那当然了 对于这个今天民进党方面 这样的一个说法 来听一下这个 是不是这个郑大哥你来讲一下 这个撒旦拿着苹果的撒旦 这个是出自于哪里 这童话故事什么时候改了 不知道 我记得白雪公子那时候 拿了苹果给他是老巫婆 什么时候改成撒旦 我不晓得这个东西 当然这是后话 可是你看民党今天 看后面潘蒙安 对 都还没有正在家校正 我不懂 我觉得好像说放弃了放弃 我就开始 本来说 我这不好 不好 然后看要进入参加拿刀 好啊 马上翻脸不认人了 不过我觉得杨秋新刚刚讲八八水灾 对他来说我觉得不是件好事情 那时候八八风灾发生的时候 当然马英九他们话做的不好 事情做的不好 所以民调低到剩十几% 对 那请问一下一些重灾区 后来县市场改选 都高票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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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中央执政太烂 所以把他们 把他们的一些 一些本来干他们承担 也一起吸收 是 我觉得他们在八八风灾 这些地方首长 反而逃过一劫 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讲多的是不好 那最近我看新闻说 在最近 因为为了杨秋新 要参选这个事情 很多大佬 络意不绝去跟杨秋新 沟通 沟通 对 我不晓得怎么沟通的 我当然不晓得 因为沟通到最后结果是 没效 那请问一下 你们怎么沟通 我也不晓得 可是而且从初选之后 到现在多久 蔡英文有没有 真的很出手 也没有 甚至 甚至书仁昌最近 才几个礼拜 我相信杨秋新 杨县长会吞下所有的委屈 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相信杨秋新决定要选 所以很显然北部的大佬 不了解杨秋新 到底的意想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点 必须要观察 那我觉得 我们上个礼拜 讲到陈菊这个角色 那时候跟大佬 我跟大佬有个讨论 就说 我就说陈菊现在选了 一天到晚 这个早上弄完以后 就赶快跑到高雄县去 赶快开始进选 跟活动办 我说这个选的太用力的 然后大佬回我一句话就说 那当然啦 初选过后的 他拿到了提名 他当然要去选 我一向认为陈菊 陈菊从初选到现在开始 一半算一半政治训言 他就是选的太用力 所以杨秋新也说 我揣测他的心理 当初我跟林医师 选高雄县长的时候 国民党也没有对我这样 结果现在自己人 对自己人 把他杀得更狠 对不对 所以他觉得说 而且你知道吗 陈菊其实 我讲难听 他只要不要太离谱 不要有些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他基本上可以选上 他这么早去开始 然后开始去经营 杨秋新的地方 我觉得杨秋新 我当然不知道他为什么 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觉得会 世人会不舒服 这个不是政治 这个是做人 那可能是因为他非常的在意 他甚至可能认为 他有一定的潜力 我觉得陈菊就是太在意了 90分我还不满意 我要95分 要100分 而且杨秋新可能有一些 深律选民的支持在手 对 所以问题关系就是 那你既然不在乎我的感受 我干嘛在乎你的感受 那我就当然选了 那或许赌这一把 或许 其实我们一般认为说 他的胜算的几率不高 可是不赌这一把也是没有啊 对啊 也是再见啊 嗯 那与其不赌那就赌啊 不如放手 反不离光来酸掉啊 而且不是都可以是宗教大师给他加持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你民进党当时处理的 我觉得处理的不好 不周延 不完整 也没有缜密的这种思考 所以到最后结果就是这种结果 我们都说他讲 还说很多 很多民进党 不会啦 不会啦 不可能啊 结果就是这样啊 所以选举其实变数很多的 随时都有可能有变化 杨大哥你怎么看 我想对照之前民进党对于杨县长 会不会参选 的那种气定神弦的态度来看 最近这两天真的 已经不是气定神弦了 他们感受到说 对民进党会有实质的 包括面子跟理质上面的冲击 他至于程度有多少 我们再观察 但是他们绝对 不可能像以前的轻描淡写 应该买啦 算也没关系 他知道说这下完真了以后 他也要好好面对杨县长参选以后 包括在路线 包括在权力派系上面 包括在未来在选举动员的 区隔战术上面 他会面临一个 他全心没有碰过一个 新的所谓战斗环境 对民进党来讲是困局 而且这不是只有所谓南 高雄都而已 它会形成蝴蝶效应 会往北慢慢的蔓延 会形成民党内部 下一个可能就台南 相当程度 至少多大程度 我没有办法预料 但是绝对会有某种程度的 内部的波澜 之前我们都以为说 南二都应该很稳的 但现在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种一种对照的效应 就是你以前认为最稳的 结果竟然发生劣截 就像列宁常讲 坚强的堡垒从内部劣截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无法承受之重 所以表面上讲话 轻描淡写几天 但是后来也必须加码想重话 我觉得这几天 民进党一些相关人士的发言 都不是很理想 包括刚才蔡吉昌说 撒旦要用苹果诱惑他 错了 现代社会对苹果是有高度正面评价 苹果象征人类文明的进展 因为那颗苹果的诱惑 形成一种创造性的破坏 苹果是诱惑的人 但是诱惑之后 它形成我们人类的很多文明社会的改革 所以不要滥用苹果 不要抹黑苹果 而且台湾是做很多苹果 卖给全世界的一个科技大国 第二 所以苹贞昌讲说 再多的苦你也要吞下去 大家听有多好笑 苹贞昌 你是半点苦都吃不了了 你把苦都给别人吃 自己去享乐的人 你今天竟然回来叫杨县长 那个在 那个上一次0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台湾头到台湾尾 支持你无怨无悔 就是杨秋星县长 他在选局最困顿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要就是说 我有苦 我找这位我心目中的老大哥 苹前院长我告诉你 就我所知道是 都没在插的 我中立 我中立 你不可以不选边站 但是你要宣示一种价值出来 那我就在这过程当中 苹贞昌前院长讲这种话 表面听起来道貌安然 可是在杨秋心心里面 听到是说 你真的 你不讲还好 你越讲我真的非不选一次给你看看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表面上讲那些话 包括诉求那个团结 都很荒谬 团结我一直观察 民进党团结是一个共同虚构出来的幻觉 它是一个幻觉 不是以前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团结的民进党 在对抗一个分裂的公民党 而且只要任何不团结的民进党 一定使得很难看 所以现在是分裂的民进党 在对抗分裂的公民党 但是我一直观察这个团结是虚构的 是一种幻觉 这个团结的背后 他在搞的是全力的偷渡 那甚至是一些违背理想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今天民进党的困局是在于说 有一个长期以来最听话的 我不敢说最 某种人他是一个听话的乖乖牌 他竟然敢出来挑战民进党 长期以来所塑造的集体权威 跟那个集体幻觉 我觉得这个部分民进党很痛苦 他的确有内部的痛苦 你看报纸写说 以前我所知道 杨秋新是一个治理绩效 强过政治判断的人 他当过民进党的中常委 我听过吴乃仁讲说 我们这个县长中常委 每次来开会要讲什么他都不知道 都要开会前给他恶补 你等一下进去要讲什么 所以他政治判断可能不是那么强的人 可是今天竟然大胆的做出一个 让民进党每个都吓一跳的政治判断 这背后的原因不是民进党 你单方面把它打成说 你被国民党诱惑 你是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解决了 好戏还在后面 所以这样子的发展 是不是真的对于国民来讲 国民党来讲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好戏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用分割画面 观众朋友也看到了 杨秋新现在慢慢的走到会场 我想等一下他会有做重大的宣布 事实上在今天 杨秋新他也特别的谈到了 就是他必要的话 他退出民进党 他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而现在目前看到 他缓缓的走过来 并且也跟在一旁的支持者 挥手致意打招呼 看起来似乎是信心满满的模样 现在他慢慢走过来 我们看一下他到达了 记者会的发布现场 现在他随时就会针对 他今天所做出来的这个重要的决定 发表他的谈话 你现在也有看到支持者 立刻献花致意 杨秋新也立刻的在这个现场合影 好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杨秋新呢 他的这样子一个宣布参选的动作 他有可能会如何牵动到这个大高雄的选情 我们这当然是一个议题 但是呢我们应该要把它再放大来看 延伸出来看 那么对于所谓的南二都 也就是在高雄之后 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牵动到台南 台南的许天才呢值得万位 而对于整个五都的选举 甚至是就如同如果像民进党刚才所谈到的 那么这是国民党的一个招数 那么现在呢是让杨秋新中计了 那国民党自己又打的是 一个什么样子的算盘呢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再等一下呢 现场的几位来宾 那么都可以加入探讨的一个话题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 高雄县长杨秋新宣布参选 县市合并后第一届大高雄市长记者会 记者会开始 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贵宾各位乡亲 各位本府的团队 大家午安 这是历史关键的时刻 县长经过审慎的评估思考之后 决定以多年五颗星的结出政绩 活住年底的大高雄市长选举 今天县长特别率领县团队 举行这场记者会 那也要特别感谢这么多的贵宾 我们今天相亲主动来关心今天的记者会 那在这里先跟媒体朋友做一个报告 我们今天记者会的流程 首先要先读我们的南方宣言 那接下来 博克阳县长向大高雄民众提出报道 之后 县长会接受媒体朋友的提问 媒体朋友有问题 都可以借这个机会 提出来询问 好 那首先 我们要先来宣读南方宣言 宣读南方宣言 我们选择人群最多的那条路 前民进党主席林毅雄先生 在离开民进党的时候 曾经发表了一份 好 那么现在在现场听到的是 在宣读南方宣言 那么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就来听听 杨秋星他怎么说马上回来